民眾手中的鏡頭有些搖晃 不過還是能看到遠方的汽車冒出大量黑煙 火蛇吞噬整輛汽車 一張張現場照片更能清楚看到 兩輛貨車被燒到焦黑 當地媒體說車上發現數十具焦濕 這些全是緬甸軍隊在平安夜大開殺戒的慘況 包括婦女和幼童在內 近有30多人被活活燒死 在平安夜被虐殺的緬甸人 就跟畫面中這群逃亡民眾一樣 打算偷渡到泰國躲避緬軍暴行 緬甸人西家帶一卷 把家當扛在身上大包小包 先經過泰國哨戰後再走水路 前往泰緬邊境的美索鎮尋求庇護 這裡的湖是比較簡單的 除了泰國軍人在河邊持槍警戒 緬甸邊境上空也有直升機不斷盤旋監視 有時甚至槍聲大作 從2月1號緬甸政變以來 手無寸鐵的緬甸人只能想辦法逃亡 但也有民兵組織企圖對抗緬軍 超過一百位緬甸年輕人聚在一起 再加上少數民族的民兵組織也同一陣線 希望挑戰獨裁軍政府 緬甸在短時間內動盪衝突恐怕難以落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